多来一点 那像其他的 别亮蓝灯 除了3号和12号以外 所有玩家均在井上 现在时间是42分 请6号玩家发言 燕八就是他刚才说 他脑袋大来着吗 我忘了 反正不重要 那就没办法了 过了吧 7号玩家 那个我验的1是茶沙 然后那个 井辉刘 我就刘12和3 就是因为非常开心 这个第7季第一盘 拿了个原家 哎 茶沙了1号 高兴啊 高兴 然后那个6号就起跳 发巴茶沙 但我觉得他刚才那个发言 好像是退水了 是不是 因为他的那个发言 并没有刘井辉刘 也并没有再继续 继续聊为什么验疤 什么的 可能6号 也有可能是狼人跳次了 也有可能就是诈身份 那6号身份我们暂且不谈 我等于说在6号 发言第一个发言原家 我景辉就验3和12 现在3再验12 就双牙井下的 1号查一查那没办法 今天就1号就出局备 其他的没了 我就过了 8号玩家 那个 就我都不拿这个6 当成这个什么汉票 我又觉得就是一个 瞎跳 连警惚流都流不出来 就不管他了 就7号牌给1号牌 发叉叉以后 然后 因为我不太愿意相信 1号牌 就在第7季 这么神圣 第一局就拿着狼人牌 然后我就特别想 愿意相信他是个好人牌 我就很观察他 但可能很遗憾吧 观察出的结果不尽如人意 感觉 不一定啊 不一定 因为我觉得6 6 6项个炸身份 然后就炸的都不算太炸 所以说就 现在在我眼里面 就是7一个人起跳 我不想说什么呀 因为6给我发啥啥了 我觉得就无脑站边起 然后我 我觉得后面肯定还有人在跳嘛 在听听后面的人起跳的 这个 发言 然后再去 判定 我只是觉得刚才1号牌 反正状态也不是特别好 但7号牌也没听出来哪 是一定像 像个这个 预言家 对 然后 哎呀 太长时间不玩了 啥子 对了不会发言了 哈哈 那个 慎重一点 慎重一点 别一会儿说多了 你说帮帮帮 站边站错怎么办 对不对 谨慎一点 再再看一看 没分情 我过了 9号玩家 大家把毛帽子 拖着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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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就 那你这不就是狼人牌吗 你刚才不说你挺紧张的 我都想说你怎么那么紧张 然后到最后是 啊 他就没玩了 你说 1号玩家发言不好 但是7也不一定是预言家 我是不大能理解 那狼采狼妹 是这意思不 是吧 8号玩家 然后一开始说7号挺像的 又说 那个1号不好 又说7号也不一定是 那那谁是呀 我觉得 这8号玩家 基本上就走远了 你刚才是想站边7的 那 我觉得可能 7 8又 又 又 又要出道了 不知道啊 然后 6号玩家肯定就不是 我觉得你紧一下好好聊一聊吧 就是你 这炸身份炸的 就完全没有 没有炸到任何一个人 然后呢 又把自己的身份聊低了 我觉得6号玩家 你紧一下好好聊吧 我觉得6 7 8 三个人非常危险 我 我愿意相信王宝宝是个好人 我过了 10号玩家 我能接受6 7 8都不好 我不太能接受王宝宝是个好人啊 不是咱不是 5号玩家不是上井了吗 还聊什么呀 跳什么呀 5号玩家怎么帅 今天就跟5号玩家走 5号玩家指哪就打哪 王宝一会儿就是发动技能嘛 是吧 他有他小技能就完事了 反正6 7 8 反正一号还没听出来 我觉得5号 铁院家我就跟着5号走 然后 11号玩家 别跳了别跳了 你看看我哪次都让廖博老师摁的 死去活来的 好吧 开心点开心点 这小灯一亮大家都红光满面的 轻松一点轻松一点 我关注一下一下3号玩家 因为听说3号玩家最近网纱站边不太行 这又在井下 我没说你说的你摇什么头 怎么回事 怎么3号玩家还在井下呢 啥意思吗 不知道啊 看投票吧 那个要跟我站边不一致的话 那我就铁臂站对边了 跟我站边一致的话 有可能是个狼吧 我就过了 11号玩家 其实呢我上井是慢了点 因为我本来想这个镜头比较死亡 能躲一轮就躲一轮 但我想第一期还是先上一下井 下一集我就再井下吧 那个都第七季了 肯定是要站边期的 好吗 我这 哎呀 那个六季了都没站边 而且每次说要站都最后就回头了 反正先表个态 第七季站边期 没什么毛病 但至于6号的问题 一会儿因为如果6号玩家退水的话 他不是也得给自己的站边吗 对吧 那就再看他的角度和那个8号玩家 因为8号玩家说他也不能铁站齐 这是他的发言 所以9号玩家对8做了质疑 其他的10号玩家一如既往 别的他 他好像也没有怎么说 一定是不是站六七里的谁 反正我第七季先站齐 1号玩家 文远家 我第一天验了那个5号 廖伯老师精神 我为什么验廖伯老师 我说一下 因为他说他是那个艺术班的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的孩子 一般都在纸上做画 但是你把画做在自己身上 我就很难理解 所以我就验了你 所以后面说廖伯老师会汗跳的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是我的精神 我就问一下前面就是说70亿元家的人 你们能够回想第七号玩家的景徽留吗 他没留啊 他留了吗 那我游家 我完全没有提到他的景徽留 然后那个 我认为的老师 11号玩家 因为你这个是冲锋冲的 裤杂都没有 战编的理由是因为 现在第七季 我就战编一下七 第一季的时候 我也没见到你战编一 你刚才 所以 因为我觉得10号玩家 还好吧 因为 因为七是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后面还有没有人跳吗 因为玩这个板子的情况下 七号玩家大 大多数时间都是混子这种东西 因为五肯定五号肯定是不可能跳预言家 因为他是我验的精髓 如果后面还有人跳的话 所以十号玩家就很危险 我就前之位验个十 我听发言的情绪 我觉得八九是两个好人 至于六号玩家的操作 这个和我没有关系吗 不会第一局 预言家就要出局了吧 然后 我为什么觉得八号玩家有可能是好人 是因为八号玩家先紧上 说什么 我有可能是老 还有三十秒 我是不是稍微有一点忧郁 但是我真的是个预言家 没有关系 因为我敢报五号玩家精髓 所以我是钢铁预言家 首先是因为 如果我吃不到井辉的话 我会很不开心 所以如果到时候 稍微有一些些 那个东西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别的没有 这样三号玩家 你就站队一次编码票投给我 十二号玩家就随便吧 别的就没有什么 我是岳家 第一天验了五 然后我井辉流就先打这个十 我想验一下十号玩家 十一号玩家 井较不回头就是天狼 好吧 这一季我要颠覆自我 走罗济流 过了 二号玩家 听完一号玩家的发言 我就是心情就是 失落 失望 以及疑惑 就是隔了一个月 为什么 你在我们这的上线 没有上升 反而降低了呢 为什么井上接到了茶沙以后 能这样发言 就是我其实作为一个 经常跟你玩的玩家 我挺疑惑的 你不是很愤怒的 曾经对我们说过 狼人杀是不允许进步的吗 可以啊 那为什么你在井下准备 发力的那一段发言 不能在井上用呢 一号玩家 我不占边一啊 因为我觉得七号玩家 这局是真的是个远家 因为前提是六号玩家 你退水 因为如果你不退水的话 我可能大概率会占边你 因为我觉得你和他们两个 好像都没关系 你是单纯的是 是好像 无论是目的是什么 还是你真的是咽了那个疤 如果你之后没退水 我真占边你 那七号玩家 我是觉得他说那段 我第一次拿了一个预言家 我很开心 我共鸣了 我也很开心 我觉得 这种开心 喜悦是人类的悲喜是相通的 原来我发现 那一号玩家的发言 其实我觉得就是和他每次拿狼的时候 发言就是一模一样 就是 就是一直在尬笑 我也不知道 十一号玩家 在他眼里面 作为一个冲锋狼 有什么可笑的 十一号玩家 如果是他眼中的冲锋狼 那十一号玩家 应该不是很敬业的狼人吗 对吧 而且我也不认为 一号玩家 给五号玩家 发的这个精髓 他就一定是真怨家 因为五号玩家 我现在最后说一句 锦下的三跟十二 你们肯定不会有人投给一吧 因为你们投给一 就相当于认了 因为一号玩家说 他没拿到警惠 他才会发力 他拿到警惠了 他肯定不会发力 对吧 所以你们如果是好人 一定会想听到一号玩家发力 所以去投给另外的预言家 好吧 我是一个好人 我过了 我目前六没推水 之前我可能会觉得 我会占面六 但六推水了 我会占面七 好 我过了 四号玩家 我觉得二号玩家 应该是个好人吧 因为我觉得 只有那个脑欲血的好人 不是就是 就是狼人 我觉得发不出那种 什么六号玩家 怎么要占面六号玩家的这种言 我觉得狼人发不出这种言 只有是个好人 才会说六号玩家今天不退水 我就跟着六号玩家走 那六号玩家 不管谁是预言家 那六都不可能是预言家呀 又是预言家怎么可能 因为再仓促再紧张 怎么都不可能 不留警惠流嘛 发个巴啥啥 然后慌慌慌张张的就下去了 我就不太会嘛 所以二号玩家能发出这种言 我反向认为二号玩家是个好人啊 当然他其他的言 我也没觉得哪里像狼就是了 只是他发出这个言 我第一时间 就是很难想象 有人能发出这样的言 我可能在七个一里面 我会倾向于七号玩家 更像一张预言家 但如果五号玩家起跳的话 我可能就不一样了嘛 我需要听到五号玩家的发言 一号玩家其实我很难相信啊 因为他说 他说十一号玩家 是一个冲着裤衩着冲掉的 一张狼人牌 理由是因为 他说第七季 十一号玩家想战七 那你自己说 你是个冤家的理由是 你验了五 五是个精水 所以你是个冤家 那什么意思呀 那不是跟他一样的理由 都匪夷所思吗 因为你给大家自证 你说你为什么 是个冤家的理由是 因为你验了五 所以你是个冤家 那我不接受呀 我不接受用这样的理由 去认同好吧 我是个好人 景上在没有发言的情况下 我战编七号玩家 先投一好吧 过了 五号玩家 其实那个 我上景 其实是想给 一直关注上一季 最后一次我们发言的时候 就是关注歪哥孩子 有没有学跳舞的网友们 做一个反馈 他孩子学跳舞学得很好 而且我的确没有收钱 但是老师有点崩溃 因为那个老师 被两个小孩子一直支配着 然后一直怀疑着 自己是否有能力把舞跳好 现在给我递词成 都递了三节课了 但是呢 歪哥孩子现在学得很好 已经可以跳四个八拍了 对 就只上了三节课 对不对 然后能跳四个八拍的 所以真的是 非常有天赋的孩子 然后呢 我不信七啊 我真的不信七啊 但是可以出一啊 没问题 就可以把它出掉 虽然我不信七 但是一说 验我是精髓 我觉得 那就是晦气啊 就是第一 我来第七季 我就来 开始我就来这么一场 哎呦 晦气 但是 我觉得有点奇怪啊 为什么六号要直接给 为什么六号给那个八 发了一个那个 查查之后立马 不是警惠留就说算了 那他得是什么身份啊 什么身份能做这样的事呢 他警下这肯定得聊 不是我敏他身份 但是我听二号 要不是你四号 说了一个什么反向逻辑话 我觉得二号不好啊 我觉得二号这么发言不太好啊 他让警下的 两个人都不要投给一 我觉得 我自己判断 是不是四郎都在警上啊 因为 警无论是一号的团队 或者是七号团队 都不会把三号 十二号 这两位那个在 就是 警上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狼队友放在警下吧 所以我觉得警 是不是四郎都在警上 还有三十秒 然后 看投票 看投票再说吧 反正那个 这个金水 我是好人啊 但是金水 我不太敢接啊 但是 王宝宝那个忧伤狼的状态 又让我觉得 有点可恋呢 但是 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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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看一轮啊 我觉得外哥 我还是不太信七号 我有点想信一号 有点想信 但是 现在只是说 有一点 看下面投票吧 想看一下 PK过了 三 结束 退水玩家 请灭红灯 人在警上的牌 有一号 二号和七号 警下两位玩家 请再到时候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三号和十二号 均投给一号 一号玩家 当选警长 七号玩家 请灭灯 昨夜是平安夜警长 选择二或十二发言 十二号玩家 不行 我是小朋友 都没有一些 那就 十二号玩家 十二号玩家 没想到 好像办了坏事 我想想吧 我先揣测一下 六号玩家的心态 我觉得你可能是 在夜间想了一个 那个段子 但没想到垮掉了 讲完之后 发现大家冷若冰霜 不如就紧回头 也不留了 我觉得你大概 是这样一个心态 理解 小学 你把麦克风戴上 不然他们听不到 谁 就观众听不到 我听不到 我也听不见 怎么戴 就是一定要戴上 才能收音比较好 这样不行吗 我插嘴里 不行 不行 不好戴 因为因为 我因为装了碰碗 请注意 这样 对 要这样 能不能来个人帮他戴 不是这样 是这样吗 对 对 对 反正也不是这样 就这样 转过来就对了 对 好 其实我在井上是有点 差点被二号玩家说服了 就是说 想看一号玩家 他发力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人是 都渴望变得更好嘛 因为他一直是属于一个 不规范发言的典范 他有偶尔一天想做一个好人 我们其实是给他一个机会的 因为他说这一季他想走逻辑管 不想只靠一些贴脸走到最后了 我特别 特别的就是欣赏这种做法 因为狼杀环境确实需要进化嘛 我们就是用实力证明 一号玩家被我们进化了 所以就是投给了一 我不知道三号玩家 是不是因为想留个PK 或觉得我会投给七 而这么投的票 或者是跟我想法一样 觉得一号玩家 可以有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么投的票 并不是说七号玩家不好 我只是 更心疼一吧 可能就是这样 过多的就没 但是五号玩家 就是今天的 自主性有点过于强烈 就是平时是脑子放在桌子上的 今天就是装回去了 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因为以前是放弃抵抗 就是说让大家摩擦 今天就是装回去了 想动一动 我就觉得我可能要再 盘一下衣物 有没有可能是双了 我再盘它们 好吧 过了 11号玩家 那个票行我是没想到的 因为我看了就32嘛 我觉得如果不遵于底牌的话 我觉得12号玩家 比较像会给7上票的 3号玩家呢 因为跟11号玩家一样 经常不占7号玩家的边 没有 好了好了 就全场就我一个人 不占7号玩家 平时 但第7级要占7 好吧 那个是这样 1号玩家把我打得也太死了 我不是那种 别人把我打了 然后我就说 他不是冤家的那种人 除非是7号玩家 8号玩家说 我一定是铁牢 那我才不会占占他 对不对 其他人我们 所有的其他玩家 都是一样 你看我们的椅子 就知道了 我们的椅子都是平等的 所以呢 所以呢就是 你打我也听你发言嘛 就是一半忧 你要说你状态 就是一半忧伤 然后一半那个 然后其他的东西 就你说会有一定性的输出性 那我就听一下 而且井下有两个人 而且我也没听到 牛肉干的发言 他们俩都给你上票了 井上也好像也只有 我一个人站了起 其他也 哦 还有二号玩家 二号玩家还留了一首说 如果六号玩家要那个话 我六号玩家 这个操作的意义是 混子吗 还是什么 听一下六号玩家 一会儿说 因为确实也没有 一个完整的起跳嘛 所以因为也没有 怎么紧回流 或者什么的 所以六号玩家 没有进入我的视野 而且后面这么多人 我感觉是会有跳的 但是我先站7吧 井下那个 十二号玩家和三都上给一了 一号玩家把我胆 满死的 只能说 好吧 其他人听一下站边 一会儿投票过了 十号玩家 那个一不是聊爆了吗 他不是说 那个 三号玩家 你站队一次编吧 把票投给我 你怎么知道 三号玩家十号人啊 这 这不是聊爆了吗 那三号玩家 还真投给你了 那 是吧 那个 我觉得是 148 外之位再来一个 绝对眉毛 变丝毫 就急到狗片了啊 你别笑 你是超级大聊爆了啊 你别扯那些犊子 因为 一说他听到 嗯 我觉得八九是俩好人 我紧回来要留个十 你也配 哎呀 我就知道聊爆了 不是拉杀就是 聊爆了就是 就是狼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 但是三还是把票投给一了 那 我就真不知道了 好吧 我觉得四不是好 不是好人啊 绝对不是好人 然后六号玩家 那你家第一个发言人家说什么 大家好 我是黄子红帆 过了吗 你看 人家就敏到八号玩家 是个狼了 给他发个茶沙 这就是配置 怎么了 那个王宝宝 快点我酒没了 再给我上两个 我还觉得他聊爆了 好吧 那个歪哥 发自内心的高兴 肯定是 冤家嘛 那就过了 他不是原地起跳吗 还能吃两票 他拿冤家这时候 早就应该在外面等着 看弹幕了 我觉得他聊爆了 所以我觉得他不是啊 因为他跟三那个对话 让我觉得不太好 四号玩家就太 太误定了 那个 我过了 快点把酒给我弄上来 我觉得十是个好人 一号玩家 刚才我说 我愿意相信你是个好人 然后你给了我一个非常非常诧异的表情 我就觉得 是不是你底盘拿了个狼 然后我想 哇 这最近也太傻了 竟然愿意相信我是个好人 然后的那个表情 我就非常的 我就觉得 我那一瞬间 我觉得我可能发言有点问题 所以我觉得 一 这把头一没什么毛病 然后 十二玩家 觉得四是狼 三 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一点 他说什么三玩家 你把票投给我 有可能是狼 跟狼队友的对话 但是也不一定 所以可能做了一波身份 三玩家就把票投给一了 反正我觉得 三十二里边 怎么着得开 开问题吧 不知道一个还是两个 嗯 别的就没啥了 我再听一听吧 八玩家 我再听听你的发言 那我如果站过来 可能你就是个好人 我就打错你了 我过来 八玩家 这个 很感动啊 就感觉这个 听完前这些 这个 女性选手的这个发言 感觉我们竞争大日赛的 这个女选手 内心都非常丰富啊 哎 然后这个 也确实是 这个思维特别敏捷 我现在跟你们都产生共鸣了 哎 咱们几个战免一样 打的位置都一样 那什么狼 盗给我什么狼 啊 这就那肯定是了 哈哈哈哈 哎 我这现在 我打了这俩人 你不能再说 我跟他们是一个团队的了吧 对不对 我肯定不认识他们了吧 那就把这个一投了呀 我得听这个九十十一的 他们都说要投这个一 肯定是铁狼了呀 那 别人谁是狼 现在目前还得再找一找 六你好好聊一聊吧 你凭什么 这个 起手给一个 深圳不怕影子鞋子 这么一个好人 啊 正气凛然 好人发一张插杀牌 你这不会让其他的好人产生误会吗 你底牌如果说是好人 你会做出这种行为吗 我希望你对你自己刚才这种错误的行为 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让其他的好人去信任你 然后 现在一想 七好玩家确实是挺开心 这个 第一把拿了个这个愿员甲 开了个好头 因为我也很很很很纳闷 因为我们我们玩浪杀 遵循逻辑嘛 并且我们都是网杀出神的 对吧 那原地起跳 那概率多低啊 是愿员甲的概率啊 那你凭什么 他凭什么插杀就能插杀到愿员甲 神神啊 这怎么太扯大了吧 对不对 所以说我肯定是信不了 那一你去死吧 这投一 别的没什么了 我粘便起投一 过来 那个其实既然大家都站对边了 我也不用再说什么 因为12号和3号投给1号肯定有狼嘛 所以我觉得3和12里面 我觉得反正可能3和12 因为三没发言呢 但我觉得3号投给1就更说不通 所以你要说让我找3和12里面的狼 我觉得可能3号更像 所以12号他说 他说自己也觉得我是 但是要把票投给1了 经常的啊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我觉得你们打什么1号 人家状态低迷 这个打他是狼 我觉得就欠妥 因为1号人家低迷 是因为今天他微博上跟人吵架打输了 哎呀 不是吵输了 当然是低迷了 那这又 那不是这我们挑冤家 不是又得打一架吗 那他低迷 那肯定低迷 你们不能老拿这东西去 去打人家1号对不对 也没关系 再加油嘛 今天没打过 明天接着打 接着打 好吧 那个4号 我倒没觉得4号一定是狼 但是因为前这位 8号和10号已经点死了4号 那4号人家 那4号人家是不是狼 我觉得 那他一会4号怎么去反击10号吧 那10号刚才说4号人家是什么狼 4号人家脸都红了 也不知道他脸红什么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反正确实是4号 4号 那就听4号发言嘛 我至少在这位置 我现在觉得狼 我只觉得1和3 那今天反正先出1嘛 估计晚上我也会吃刀 我验谁 我自己看人验 因为我也没有警惠流 但是因为我算一下票 大部分人都是要站我边的 包括1号发的金水 5号甚至 虽然说5号 说我7号可能不是原家 但他还是要出1号 那这种行为 我也只能暂时先认下5号 对不对 那所以 今天我就先出1 然后我要 明天狼人不砍我 我就抱验人 砍我我就溜了 我就溜了 其他的 其他的没了 我过了 过了 过了 哎呀 混的8嘛 就起来 想看一下8号的反应 没看着 然后呢 就我那个位置吧 就我 但凡我是张狼人 我是不是得占用一下时间 把那个发言时间 妥妥的发完 我那位置 我就想着 哎 算了 手指 我不浪费时间 赶紧就是过了 就是节省时间 就是这个 这个新的遗迹啊 尽可能不说废话 多干事 那认得8 那8你说 那跟7 我先不盘 8你底牌 到底是不是一个啥 但是至少 我先听下来 我觉得8还可以啊 那8认说90 11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 我是觉得5 刚才听感不太好 不太好的点 是因为刚才5号 这个位置就是 不认7 要出1 就是我认为 之前我跟5号 也玩过 两 就是两三局 我就是 虽然玩不多 但我印象中 是觉得5号 我觉得他要么 就是会勇于站边 就是也许他 可能会站错边 但是他今天 稍微有点稳健啊 稍微的有一点 这个犹豫 所以说我会觉得 5号可能有点不好 丢个水包给5号吧 然后我在想 就是我不知道 这个4号 就因为我不了解 这个4号 然后说这个 4号牌 就是可能是一张 倒勾牌 我不清楚 那如果这个位置 左之位就真不开朗 我在想 1号 我想说什么 就是锦上 他好像跟11号 说什么来着 我有点忘了 因为发言过半了 然后我在想 就是 就算了 无所谓吧 反正没关系 那混的吧 对吧 那你不能不认我 底牌是一张混 你不认我 除非 对吧 你这个位置 你说 没啥了 就过吧 5号玩家 你啥会儿啊 把混的人 垂成那个样子 就是 讨厌谁混谁 太厉害了吧 这个 我还行吧 我觉得我身份 不用太多的解释 我就觉得 你这特别奇怪 我如果是混子 我拿到混子 玉女叶白混的板子 我不至于说 我混的那个人 我用茶沙的方式 来看他的反应 那我觉得 你这6号有大问题 但是其他的话 你要说 刚才绕一圈 我觉得有点不信 1号的话 那现在的话 那怎么回事啊 就3号 牛肉干 我人生的风向标 狼人杀的 就是所有都看你 你把头给1号了 我怎么办啊 好家伙 风向标塌了 感觉这游戏不该玩了 就 怎么会不投机呢 就是 怎么会呢 这个就有点奇怪 然后刚才12号说 我把脑子放起来了 我只是渴望进步 人来了 我都来第四季了 总共办了七季 都超过一半了 再不进步怎么办 就是 一直上来 做一只悲伤狼吗 不行 你知道吗 人得一直进步 但是 我这个好人身份啊 我还是听子 6号觉得有点怪 他说是混子 这个虽然 我能理解他的逻辑 因为我们的确是玩过几把 我觉得他做这样的事 然后说出这样的话 包括他的状态 都很正常 但是他也有这个水平 狼骗我 但是我觉得还是没分清楚 我没分清楚 但我是个好人啊 其他的有太有营养的 聊不出来啊 听一听4号 2号 3号 然后我自己站边了 好吧 过了 4号玩家 4号玩家发言啊 4号玩家底盘是一张好人牌 然后我不太能接受 10是个好人 因为10是个好人的话 他应该会在那个位置说出 为什么我是一张盗狗 因为我只听到 他打我是一个盗狗狼 打8号玩家是一个 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狼 那我没听到 反正理由 我是没听到什么理由啊 8为什么是个狼 我没听到 4号玩家为什么是盗狗 我没听到 那8号玩家是 紧接着10号玩家 去打了一手4号玩家 所以8身份在我这边 也比较低 因为8号玩家 如果你底下是个好人的话 你得跟10号玩家 至少也不说解释吧 至少跟10号玩家聊一聊 为什么 我认同你对4号玩家的定义 但是为什么我不太接受 你对我自己身份的定义 对吧 但是8号玩家 并没有对10号玩家 有一个什么对话 说10号玩家 你打的4是对了 但是8呢 我是个好人 你别来打我 对吧 没有这样的 所以8跟10里面 这里面至少一张吧 至少一张吧 有狼朋友的可能性 另一号玩家的身份呢 因为我没跟另一号玩家玩过 我不太确定 他有没有狼 就是比如说狼在井上 想做身份 坐着井下 然后跳一个混子来 掩藏自己身份的这种 操作这种可能性 我不太确定有没有 等会再听一听嘛 当然的话 我还得听一下3号玩家 12号玩家上飘的理由 我已经听过了 我再听听3号玩家上飘的理由 至少在井上 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想要去改变 我对井上的一个战鞭好吧 我暂时还是想去战7 因为7号玩家 其实他听到了8跟10 来打我4号玩家 但7号玩家并没有在这个位置 去认同8号玩家10号玩家 说到4号玩家是一张狼人牌 所以我对7号玩家 还是有比较多的好感的 井下的话 1号玩家反正发言不过关 就投一嘛 就很简单 其他没有这么太多奥州吧 我目前觉得不太好的 是8跟10 我觉得9 11还好 然后12号玩家 我再听一听 不太确定 还听下3下发言 好吧 过了 老师能不能管一下纪律 我们这怎么回事 讲小话的讲小话 喝酒的喝酒 文圣的文圣的干嘛呢 一是饮水啊 那个一是饮水 就是其实饮水 也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王成龙老师嘛 这个事情也没少干 但是我觉得上来第一把 如果他吃个狼 刀刀刀自己了 给他投一票也不太过分 而且我是确实觉得 12会投一票 我确实这么觉得 就先给1投一票 站边在天天1发言嘛 因为7号玩家 好像他拿狼 不会直接打女巫是定狼 每次打神牌是定狼的时候 好像都是好人 所以我再想想 我也没有说一定站边1 只是说他有这个特殊的身份 我给他投一票 那锦夏听完发言呢 我觉得6号玩家 因为5是好人 因为你站边1 5是精水 5独立发言比较像好人 为他打了6 6号玩家他跳会 我跟6号玩家不玩的不多 但我觉得你 你这个操作吧 混血而锦上 给偶像发茶商 我不太能接受 所以6的身份 我打一个问号 5我觉得是好人 预言家1跟7还要再听一下 其实点是在这 1跟7两个人 如果1是预言家 我觉得他不会让这7 应该不会吧 对吧 那他结尾发言得拿出点东西来 虽然你说你这一季 行 那你没必要拜佛 或者拿什么干货 你把逻辑干货拿点东西出来 你把坑给我们点一点 那7号玩家 有一个不像的点是什么呢 因为7拿预言家 应该会 不会直接查杀1 这是我想的 因为查杀1不就骗不到1了吗 那或者说1是狼人 他给1发查杀 好像没什么乐趣 我是这么想的 所以说站边我还得再想一想 但是1是饮水这件事情 我报给大家 你们再想一想 至于这是不是个什么 巴拉巴拉巴拉狼 就再想一想吧 好吧 我过了 2号玩家 3号 我听完前面的发言 除了3号玩家 我还是觉得7号玩家像 那济南的乐天大佛 就在那个壁纸上 你到时候拜 就在那 那这一句做了 给你专门做了 对着你呢 所以因为 因为你爆出这个饮水 但我说实话 井上1号玩家的发言 讲道理啊 讲道理 他不要讲逻辑吗 那讲逻辑 井上无论如何 不可能验得到10吧 9和11里面 无论如何验不到10吧 因为9号玩家 起身跟8号玩家 产生了逻辑关系 10号玩家跟前面 所有的人都没有 产生逻辑关系 验10是什么意思呢 对吧 那肯定是在89里没验嘛 他觉得80好人 那就验个9不算过分吧 按照逻辑层面来说 1号玩家 井上的井会流 是不太过关的 但1号玩家是饮水 因为 3号玩家在这个地方 他是一个狼 或者是狼混 我觉得他在这个地方 首先他不一定能认清 1号玩家 一定是他老板 他作为混子 其次 他是一个狼 在这个地方 去报一个1号玩家的饮水 其实我觉得 他也不一定有这个把握 去推这个7 所以我觉得 3号玩家这个女巫 应该是真的 然后这个饮水 1号玩家应该是真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想象谁会砍1啊 只有1号玩家 你自己会砍自己吧 好像没有人会 第一天晚上睁眼了以后 会举个1吧 因为根本就 没有人会在 带会之前看你 因为我们三个是 通身份的 那边是聊小话的 然后这边的人 都会自己看 然后他们会看 我们的反应 所以根本就没有人 会观察你的 这个面部表情 所以根本就 不会有人刀你 我再听一下 1号玩家的发言吧 目前来说 其实10号玩家 其实10号玩家 和4号玩家当中 按照7号玩家的逻辑 你们两个 一定是有一个狼 我听完发言以后 我觉得10号玩家 可能比4号玩家 更像狼 因为10号玩家 不战边1号玩家的逻辑是 1号玩家怎么知道 3号玩家已经是好人 他让3给他投票 但10号玩家 紧上的发言是 3号玩家 战边谁 他就跟3号玩家反着战 所以这是10号玩家 他用打1号玩家的逻辑 这不是一样的吗 对吧 所以10号玩家的身份 我觉得比4号玩家 单论你们40 再听一下1号玩家发言吧 好吧 毕竟他是个 饮水尊重一下 我觉得他井上的发言 是不过关的 我过了 1号玩家 气氛组就去气氛组 不要来逻辑这边 不适合你 我说一下 我认为的狼 你看 我发完言之后 我11号说我 我还原一下大家的发言 11号说 我打死他 我井上的发言 明明说的是 如果你井下 如果还要战边7的话 因为你井上战边的理由 就像妈妈打儿子一样 是不给 不讲任何道理 他说第7纪 所以就战边7 我为什么井上那么消沉 因为首先我觉得 他JY 他就是 抿出我是运渊家 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更何况狼人 晚上第一天就砍了我 我甚至不确定 在6号玩家发言的时候 我甚至不确定 7号玩家 是不是一张狼人牌 因为他这个操作 混子起来给运渊家丢查杀 后面的狼 都不跳的情况下 所以我都 我都不认为 他一定是张狼人牌 直至6号玩家起身 跳了一张混子的情况下 那5号玩家 他说 你们 根本就攻击不了 5号玩家是一张狼人 因为你们也知道 反正7号玩家 其实我不太喜欢 去聊一个 汉跳狼的发言 7号玩家说 如果把1号玩家 投出去了 他的意思就是 狼人不要去砍他 他说 如果砍我了 我就溜了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 射我是个狼 我不敢他 我狼同蛋 我狼同半砍不砍他 他是一个 没有警惠的院家 就留节歪在场上 啪啪啪点 然后我还是要回答一下 因为我认为 9号玩家是一个好人 我回答一下 你说 你说 因为我没有发言 一般性 他给我丢茶杀的时候 我都已经绝望了 你说你相信 我是一个好人 我当人很诧异 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身份 现在3号玩家 跳了一张女巫牌 那10号玩家的发言 你说我应该 他说我不应该验10 那我应该验几呢 那前面9跟8 你是站边我的 8号玩家 警察是垂了7号玩家 6号玩家是跳预员家的 那肯定不能往后面验嘛 对吧 因为后面已经有我5号玩家 一张精髓牌了嘛 那2号玩家 你说我不能验10 那我就验4号玩家 我验4号玩家 请7号玩家出局 我是预员家 过了 我们会跳7号 请所有玩家在倒数后 闭眼投票 3 2 1 请投票 1号 2号 3号 5号 投票给7号 4号 6号 7号 8号 10号 11号 12号 投票给1号 9号 投票给3号 1号 1号玩家 8票出局 请留预员 我能看一下票行吗 8票 怎么可能有 8票 7票 哪有7票 你给我看一下票行啊 除了我们4个 7票 除了你们4个和9 其实都投的7 因为9投了3嘛 9投了3嘛 3是投的7嘛 你有没有考虑过 他是混子 无所谓嘛 因为我已经不能 作为狼人了嘛 你看 你看 我们是1 2 3 5 4票嘛 别的 别的 其实我 其实我真的说一下 因为我没看到 小黑最后投的也是1嘛 应该 那就没有办法了嘛 那我是狼的话 因为这边有6号玩家 跳了混子嘛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因为9号玩家 9号玩家 投的是3嘛 如果你是女巫 你就读7 9是女巫 你也读7 因为他有可能是混子 那我是狼 我让女巫读7干嘛 万一女巫不读7呢 狼也不砍7 尽力了呀 兄弟们 但是我不理解 为什么 2号玩家能够投这一票 2号玩家不能放 2号玩家绝对不能放 他这一票 好脏啊 真的好脏啊 这一票 等会儿我先说好啊 就是最后 德角不到牢的时候 能不能投一下 安好玩家 这一票太糟了 德腿 德腿好吧 德腿 德腿是张的意思 德腿是张的意思吗 我 我锦辉肯定是要给那个5号玩家 感谢信任 我真是冤家 了不然 别的 别的没有 我看到这个票行 我只能说那个 很竞争大师赛第一季 岳家手轮出局啊 就这样啊 愉快的过了 没了没有了 过了 好 那个几盒给我 来我老师亮个红灯 好欢迎回来 好欢迎回到解数间 那简单的说一下 这局的话 其实九头三这一票 其实就很要命了 对吧 那九头三这一票 其实可能就一定程度上 说明了一些问题 对 但如果要是九是女巫的话呢 三号玩家就是汉跳女巫 但其实三号玩家 我觉得他发言是这样的 他说他是女巫 一是银水 但他果断的聊出来了 一号玩家有自刀史 就是他没有明确的说 自刀两个字 但是是有自刀倾向的 所以我觉得三号玩家 是不是女巫 就今天晚上就知道了 对吧 这个其实还是 而且关键的一点 我觉得王宝伯的临场反应 还不错 他在那个位置 直接构筑了一个逻辑 就是说 那九号玩家 在这个位置 外是被投了一票三 那有没有可能 三号玩家是一个混子 他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因为他其实提供了一个视野 他是倾向于九投了三 九可能向女巫一点 对 然后但是三号玩家 在站边他自己 所以他在推测 三号玩家的身份 对 但是三号玩家是混子 他是混了一吗 他觉得一号玩家是狼人 不是不是这个操作 最重要的问题是 钱之魏已经跳了一个混子 六号玩家 是啊 所以他如果要盘三号玩家 是个混子的话 就直接要打死六号玩家 是个狼 是个狼人 对 那其实他的狼坑 基本上就已经满了 就是六七八十 不太跑得了 对 对吧 七汉跳 六号玩家穿了混子的衣服 对 八十两张牌配置绑架 对 应该大概是这样一个思路 我们可以切回现场了 一天亮了 昨夜双死 三号 七号 不分先后没有遗言 警长选择四号或六号发言 六号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一号走的时候 那个遗言还蛮有意思 我觉得那九挂三的无疑九 是那张屋牌 对吧 那三吃的毒 七吃的刀 那七十张真语没问题 一那边是让狼牌走的 对吧 三号牌这边跳屋 帮一打身份 然后当时好像是二号牌先说了 说三号牌可能是一张混 但是就是在这个位置 就无论 就是因为在我的视野中 就是 就是因为 是二号牌先提的这个逻辑点 然后一号牌 在最后结尾的时候 对话了这个九号 像模糊九号的视野 说是可能想 想让九去读张七号牌 对吧 但是 所以说我在想 我不懂那个一二之间的 这个逻辑 但我觉得 我觉得二号 景上跟 景上的发言 我觉得 我是认为挺好的 我不打这样二号牌 我就只是单纯 单纯想 因为我底牌是这样混 那没办法 就混就是这样八号牌 然后三号牌 说不接受 我给爸发查 就是反正我平时玩混 就是我混的谁 对吧 混了个大爹 我就是随便 我上景 发个 发个查杀 那我看看他啥身份 我觉得 对吧 这个也 也还好吧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 好人应该是 能能够容忍我这个行为 至少八号 我觉得 你应该能够容忍 任你当爹的这张牌的 这张身份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这 对 对吧 你说让我的 为我的行为 那解释 我解释啥 对不对 那认了呢 就得帮你跟爸打 反正我票的一 对吧 我认的七 有我的能力呢 我听到这 然后我望左一转 哎 八号也挂的一 吻了 那就跟对了 认对了 那就这样 然后五号牌 只有我六号就牌 这边可能不好 没事 你看好 你好兄弟 做不做坏事 就行了 好吧 这个绝对的 人很干净 那个底牌 更赶紧 过 八号玩家 嗯 我不管别人 会不会质疑 黄底红饭 认我当爹这件事 我一定坚信 他是真诚的 我也一定坚信 这是事实 所以说 六号牌 在我心里 这个混的身份 神圣不可侵犯 你必是混的 弟弟你 不对 你认我当爹 我认你当弟 是不是有点不对啊 那个 那咱俩各龙各的啊 各龙各的 你 其实都不用去想 任何发言了 你就躺好 我 我说打谁 你就投谁 就完事了 因为 这个九号牌 刚才去投了三 三号牌死了 那九号牌 也是个 牛排 这七号牌 也死了 那七号牌吃倒了 三号牌吃毒了 那一号牌 就是张狼人牌 那一是张狼人牌 三是张狼人牌 场上还有两张狼人牌 那投这个 七的刚才有这个 二和五 那你们确实应该去 好好聊一聊的 好好聊一聊 情况下 在二和五当中 我可能更加 听你二号牌 好好聊一聊 就是你的发言 一直是觉得一不行 一这不行 那不行 最后你一票投在七 就是我也没听出来 刚才一的发言 有多么的这个 惊天地气鬼神 他也没有达到 曾经那个天花板 那个级别 你不是刚才很嫌弃 他没有到天花板吗 那他刚才也没到天花板 那就是什么发言 能打动你 让你瞬间 在这短短的 一分钟之内 意见发生改变了 他就说 我不太能接受 还有三十秒 我也不藏着来 给你们点机会 我是个白痴 行吧 我是个白痴 反而把我砍了吧 哎呀 我还有尿 然后这个 还有尿 但我觉得廖博老师 其实是可能 还是有被拯救的机会 被拯救的机会 是因为七号牌 其实是在刚才 井上的 井下的发言里面是 曾经 说过廖博 有可能是好人的 这是我捕捉的一个 七号牌发言的信息 发言是人道 九号玩家 我过了 我怎么越听越觉得 你像狼呢 刚才头 头七的是 一二 一二三五 然后你把五号牌 给摘出来了 你说五号牌 有可能不是 那谁是呀 你也不去聊 六是你的混血儿 对吧 然后你觉得我是女巫 你也不去打十 十一十二 那你眼中狼就三 三上狼上牌 所以我真的觉得你不像白痴 然后 我说一下 我饮水四号 四号是我的饮水 所以你们两个打 八十去打四的 我觉得八号牌 已经不大零了 所以我在听听 十号玩家的发言 别的没啥了 我那轮投三 其实 就是主要也 我也不知道该投谁 所以我就投了个三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我在想 如果我去投了三 有没有可能 我就是 狼人可能会去刀我 有可能 我不一定会撒毒呢 所以就是 我是这么想的 但其实一号玩家 他的遗言 就已经不大能是预言家了 因为他认我是女巫 三号玩家是 抱他饮水的 三号玩家跳女巫 抱了一号饮水 我是站边期的 他遗言跟我对话 说你不要去读三 他怎么可能 在他的视角 怎么可能认我是一条女巫 他一定认为三是女巫 我是要投三 做身份的汉跳狼 所以一号就一定是张狼 再找一找狼吧 我觉得二应该没得跑了 因为三号玩家刚发完言 你直接认下他是女巫了 但你没有认下 一是预言家 我觉得有点奇怪 别的我再听听吧 我跟着四号玩家走 过 十号玩家请到 怎么了 一想误会 我刚才喝多了 我干脆洗了把脸 那四号那不是好人吗 那四号港帖好人呢 哎呀 说这些 我这叫什么 这叫抛砖引玉 你看我们两个跳舞人 发音这么好互打 你看那小狼人 就藏不住了吧 六号玩家呢 刚才六号玩家 这招叫什么 认贼做父 你这 我不注意 四号是女巫 你哈哈 他说是你哥 不是说是我哥 你别跟他喊喊了 女巫呢 我个人觉得是 一三五八 我的拙剑 因为四号 我打错了 八号跟屁仇 就跟风打了四 二五两个好 两个人里面 有一个好人 一个狼投错票了 这个二投错了 所以这个八 就跳个白尺 是攻击这个二 那你说五号 玩家廖博老师 作为一张好人 他上井是来干嘛的呢 你是不是原定的 起跳位 结果一号被查杀了 他自己就先跳了 我觉得是一三五八吧 那外之位 因为大家的票 都是这样的嘛 那枪枪是怎么了呀 枪枪 枪枪投了一首七 不是八号 你在这跳白尺 那五号一会儿 不要跳猎人吗 别跟我扯这七八八的 那个你六号 你是个混子 但您可能是个狼活 他跟我来这一套 你管管他 那我当时是什么 我是那个 因为三的发现 他就肯定不能 是一张女巫牌 所以一号 一号玩家 他井上就是撩爆的牌嘛 所以井下他还这么投 然后一号玩家还说 还说这个九是个女巫 让九去读七 这就是 纯实胡扯 而且五号玩家 发现设计很怪呀 你明知道九是一张铁女巫 六号挑混子 全下没有人拍他 四号是这边 投了七的人 二五是 四号是投了一的人 二五是投七的人 你就要让井左发言 发言时间长 十一号玩家 那就二五批个开呗 对吧 至于是不是有人 要跟八号玩家对跳 那就再说呗 他不是跳了个白痴吗 但是理由挺好 是因为憋了 憋着 对 那个其他厅 有没有人跳吗 但是二五得上PK台 我觉得呢 得听一下 廖博老师规的票 因为如果呢 他讲的是 跟我们坑位是差不多的 就二五里面可以放一张 也许外出位有一张 要么简单一点是二五 但是二号玩 但是五号玩家 刚才起来的时候 打的人比较多一点 就是五号玩家起来 有打六啊 打很多位置啊 什么的 就是打的位置比较多 可能跟五号玩家 之前的发言 比较保守的发言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或者是感觉 是比较开视野的 所以我打个问号 然后二号玩家 上一半段发言 因为现在是明的是 一三七出局 这个顺序和倒牌 我们都看清了 之后 因为玩具枪呢 刚刚在三号玩家 跳完之后 是非常犹豫的 对吧 是非常犹豫的 然后最后 在他的思索之后 他选择去投七号玩家 他肯定有自己的思考量 你如果是好人 你要是把自己的 那个思考量聊出来的 但是如果不过关的话 我就会投二号玩家吧 嗯 好了 别的没了 二五上个PK 然后听五号玩家 我个人是这样的 因为前置位的好人 是无法归票的情况下 后面最后归票的那个人 如果他归的票 是我心目当中的狼人 我会跟他一起投票 如果他归的那个人 不是我的心目当中的狼人 我会投他 这是我平时在前置 拿好人排的打法 好了 过了 十二号玩家 感谢投十 现在这个转好快呀 然后就是 那你如果对于二号玩家 定义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跟十二号玩家 意见是相左的 因为十二号玩家是觉得 二号玩家是投票投错了 并不一定底牌是个狼 但你认为二号玩家 更像个狼 所以其实你们两个 可以打一会儿的 我自己认为二号玩家 从头至尾 其实没有想过战棋 他的发言都是希望一号玩家 努努力 来点活 他并不是说 对他是一种否定式的 就是说法 他是一种恨铁不成钢 他想说派你起来汗跳 你还不给我整点活 这么低迷的出局了 作为一个狼都兜不住你 这是你对一号玩家的判断 还有你对三的判断 在那么莫之位 三号玩家跳起一张女巫 其实你的思考应该是 他有没有可能不是女巫 只是为了给一拉票 但你说他有可能 银水不一定 然后他站边也不一定 但他女巫身份一定是真的 那我就信他是真女巫 因为我认你是狼 你一定知道三号玩家是真女巫 如果是我 我肯定觉得三号玩家 是不是女巫 得画个问号 我为什么投给 百一投出局 是因为 如果我认三是女巫 一是一张银水 那七号玩家就不可能 刀完一之后 再去给一发个查杀 这样子我觉得 有点太丧心病狂 七号玩家玩不出这种玩法 所以我就投 百一投出去了 然后 十号玩家 为什么 打四打了 好几把 这把只是因为 发了个饮水 就有一点退缩 我觉得按照你的玩法 应该可以继续盘他自刀 这把怎么就是说 有一些些的 就是给人家有一点抱歉了 然后 然后就是九号玩家 八号玩家发现 我是听懂了 你说他没有归票 他说他这把着重听二 那我就觉得他 是想归二的 然后他还对话你 你投完三之后 他说呀 你被找到了 这不是在保护你们 为什么打八号玩家 进两坑呢 你们这些互动 我都看在眼里 是不是 以及二号玩家 不是冲着 你说 你说你刀死我爸 二号玩家说 不 我这把刀平民 都看见了 那就你们 你们就那个 随便归 随便归 过了过 二号玩家 我先说一下 我是平民 我那是说我是平民 不是说我要刀平民 没有这个动作 十二号玩家 别别吵 没有这个动作 首先我是一个好人 我先说一下 我投错票的理由吧 就是 因为我刚刚已经说了 我推测三号玩家 他应该是个真女巫 因为首先 他不论是作为狼 他作为狼 跳女巫 不一定能 一定抱一饮水 把其投出去 这是我刚刚说过的 其次 他是一个混子 即便他混了一 他也不能确定 一号玩家 一定是个狼 然后他起来 跳一个混子 去帮这个一号玩家 挡这一毒 帮狼队挡这一毒 所以 我觉得 他这种起跳 是没有明确收益的起跳 他只是在送 所以我觉得 三号玩家 应该不是那个 起来送的那个狼 所以我觉得 他应该是那个女巫 那现在事实证明 他是那个狼 对吧 然后一号玩家 他的发言最后 也不怎么地 我井上不站边一 其实我从头到尾 都没有觉得 一号玩家发言好 我只是 我最后投票期的理由 是因为我觉得 既然一号玩家自刀了 并且他的狼同伴 在井下帮他投了一票 那我觉得 起码场上有狼 会去帮他冲锋 但是我听到的 疑似为狼人的牌 都没有去想要去 站边一号玩家的理由 并且是 十号玩家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狼 然后但是 十号玩家是 第一个站起来 不站边一的 所以我觉得 可能一号玩家 有可能是愿家 所以我就去帮一号玩家 投了七号玩家 这一票 那一号玩家的遗言 也说 那我现在是站边期 因为一号玩家的遗言 说你们没人投的时候 可以把我投了 因为我帮他投了一票七 他觉得我这一票不行 因为我全程 到我都没有站边他 是我自己不坚定了 我被三号玩家骗了 好吧 那今天我跟二号 跟那个五号玩家PK 然后四号玩家 你去听一下 我全程的心路历程 就是七号玩家发言以后 一号玩家发言 我觉得一号玩家 紧上的发言是不行的 然后紧下发言以后 我觉得三号玩家 他作为一个狼 或者是混子 他在我这里 不太能成立 去为一号玩家 去领这一瓶毒 所以三号玩家 跳了一个女巫 我认下了 他这个女巫牌 所以我去站边了一号玩家 我觉得一号玩家 自刀不可能 没有对我帮他冲 好吧 然后四号玩家 现在是已知的饮水嘛 所以我跟五号玩家P 四号玩家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我跟五号玩家 也没有P了 那我就只能 一眼去帮你们去认定了 我这个平面牌 我过了 我想二五里面明天出 然后我在想 今天六八里面出谁 因为我底牌是一张百吃 我在想 因为八号玩家 我在想 是不是有可能是个混子 六号玩家 是不是有可能狼杀狼混 我就在想这个事情 你们发现 我就在想这个事情 所以我就在想出谁 因为我跟六号玩家 没有玩过 我不太确定 六号玩家玩不玩得出来 那个操作 或者说就最简单的板子 六号玩家 听错八号玩家的身份 那八号玩家是个狼 六号玩家是个混子 六号玩家以为 八号玩家是个好人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对不对 但有可能八号玩家 他觉得 他就是自己 以来是一个狼混 跳了个白痴 然后六号玩家是个狼 其实有这种可能性的 二号玩家 因为其实我刚才 我在想 要不要先把八号玩家放着 明天再听一论 我就想过这个事情 但二号玩家 其实在你们发现的时候 我一直有盯着 二号玩家和五号玩家 在看 二号玩家一直在沉思 一直在沉思 就我看来那个状态 有点像是一个好人 在想要 想想怎么表水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不太确定 二五里面到底谁是那张 因为现在 一三是两张老人牌 我们已经确定了事情 一三是两张老人牌 那六八里面 其实是存在 有可能置换的事情的 所以我在想 那二五里面 可能只出一张 二五可能不是两个 二五有可能 不是两个的情况下 我在想 我现在要不要出这个八 主要我没有警徽 如果我有警徽的话 我可以用归票来说 因为我现在发言 当时五号玩家发言 五号玩家 他归票 那他要么 他归二 他也不会去归八的 所以我一定要 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票给结了 然后 今天归了八 明天不是九死 就是我死吗 一定是这样子的 然后明天 你们还是要 自己要在那个二五里面 二五里面去听一张 好吧 我只能说 我刚才听了 二十阵队发言 和大前面的状态 我觉得他有可能 有可能是好 包括一号玩家遗言 我不太确定 二十是不是那个狼 好吧 那我就订票下八吧 好吧 我就订票下八 因为我觉得六号玩家 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觉得不一定吧 我第一次跟六号玩家玩 我不确定 那我想订票下八 因为六号玩家 肯定也不肯定下八的 我算一下票嘛 因为二号玩家 自己想活 肯定是得投八 我自己得投八 九号玩家会投八 十号玩家 应该也会投八 好吧 就这样吧 我还是把脑子 放桌上吧 就是 我已经听不懂了 太累了 当小松跳出来的时候 我说 哇塞 那我就赶紧认个错 然后跟着我松哥 一直走就完了 但现在我松哥 看都不看 我眼睛躲闪 我说 至于吗 就玩这么一把 把我骗成这个样子 你说二号 一直盯着我 跟我说表水 我玩的菜 但我是抢 所以我不用表水 你走吧 如果要我俩走一个 你走吧 但是 哎呦 这四八里面得出 四八里面得出一郎吧 对吧 这俩里面得出一郎吧 那你说 四定八 你怕我来掰那个 你肯定觉得我是 就是能把我掰成郎的 但是我真不知道啊 因为你九号起来 你是女巫 你 你其实没必要 你是女巫 我能认你是女巫 你没必要投个三号 你投三号 那个行为就是 你把它读了就行了 你再出来说 怎么都行 你这样一说了 感觉 不说歪哥 是愿家被刀了都不行 就让我们这种 更判断不清楚了 特别的难受 真的 但是 要么四八里面选吧 对吧 要么四八里面选吧 自己 自己投吧 我看一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不投 没有零点五票 对吧 你们自己去弄 对吧 自己站就行了 然后这上面有一个条 就是写的 就是我现在的心路历程 就是 廖博老师放心背 站错了边 自己背 我不站了 你们自己来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 二号你发现是挺好的 但是四八里面得出一郎吧 我更 是不是约九号 给到四号 饮水 四号才能站出来 说这个话 我已经弄不清楚了 我是玩菜啊 单目朋友们可以骂 但是还是挂个牌子 嗯 哎呀 谁能给我点提示啊 这到底说的是个啥 怎么办呀 哎呀 什么闭眼睛头啊 你你可是轻松了 你这边认个爹 我在这儿 我现在喊爷爷都没人管我了 还别说认爹了 还有三十秒吗 还有 好嘞 那大家再忍一会儿吧 哎呦 胆子大一点 这事就成了 说不定我今天启发了 一下一定票特牛逼 一战封神 一般来说就是一战被骂成狗 后面弹幕都不敢看 但是 现在弹幕已经骂起来了 菜逼又来了 第一场就让我们心烦 王宝我走了 就你最讨厌 但是真的 怎么办呀 也不行啊 哎 反正你们都有自己心里有结果的 反正四订票了 八 对吧 八肯定是要订四 我在这边 我影响谁 咱妈的 都是我背 王宝宝 你可真是王八蛋 给我警徽 干嘛呀 给我什么警徽啊 我能不能 在这能拿着纹身装 出终身 我容易吗 嗯 我定票 出四 出四 行啊 就是这样吧 我定出 我警徽 我归四 但是是我归的 就这样吧 警长归票四号 请在到时候闭眼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一号 五号 六号 八号 投票给四号 四号 九号 十号 十一号 十二号 投票给八号 八号玩家出局 翻牌为白痴 哎呀 我这白痴牌哪去了 我没有一眼 没有 你还活着 明天还 那我 我还活着 我可不可以死呀 你死了 但你明天还能发言 哎呀 我想尿尿 我去 好 欢迎回到解释间 那个 我们先普及一下 我们玩的应该是白痴 不需要追刀的 对 不需要追 对 所以按照我们现行的白痴规则 像这样白痴被投出去 就直接死掉了 对 但是 有可能 他还可以在场上插插画 然后那个插科打混 这个是没关系的 对 因为其实白痴被投在台面上 我们来讲 应该是非常的少 非常的伤 好人是很难受的 对 所以这个点呢 先跟大家说一下 嗯 那现在应该来讲 可能要盘一波 因为 你去盘九号玩家 不是你无限 不现实 对 那肯定我觉得 就是狼刀就 刀久了嘛 因为猎人跳起来了 拿着警徽跳猎人了 然后呢 归的还不 昨夜 九号玩家 警长选择 八或十发言 八或十发言 来来来来 我这是不发言 八号玩家 真的 我这是真 真看明白了 什么进步进步的 人家廖博是真进步 哎呀 你们这是 你情不得是有道理 真的 你情不得有道理 还有这个 你低什么头啊 你是不是 你投的是啊 那你还行啊 哈哈 那你是极限回头了 哎呀 那就 哎 我就问一下 我需要他们再砍一刀吗 需要 你灵魂 那你们不是赢了吗 那他们拍 那如果全权和 PS不就赢了吗 那还得演啥呀 我不玩的 我真主了 拍 我做过坏事吗 好 狼人拍到五号 游戏结束 狼人胜利 可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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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复一再盘 全面点的 你点的那个字 你这就要看了一页 你不知道是不是 到批耳里了 批耳里了 批耳里了 平民牌是二号 十号和十二号 混血儿是六号 第一天晚上 六号混血儿 选择八号 白痴排为榜样 所以这一把是好人混 狼人在第一天 自刀 四号玩家自刀 女巫使用了解药 预言家验了 一号是茶沙 第一天白天 一号汉跳狼人牌 当选警长 但是也在当天 被好人攻投出局 第二天夜晚 狼人落到了 七号预言家 女巫开读了 三号狼人牌 预言家验了 二号是金水 第二天白天 八号白痴牌 被一张自刀 狼人牌 汗跳白痴 公投出局 第三天夜晚 狼人刀了 九号女巫牌 第四天白天 两张狼人牌 选择拍刀 五号场上 最后一张猎人牌 所以游戏结束 狼人胜利 然后我们休息一会 开始第二局游戏 欢迎回来 好欢迎切回解除天 那再给大家 再介绍一下 我们这局游戏的四张狼人牌 分别是一号 三号 四号 十一号 这局游戏没有特殊的狼 这就是四个小狼 然后四张神牌 分别为七号玩家 是一个原家 我 进来 快进来 来来来 老板老师说 你说两句 专访 专访 你坐一下 来采访一下 你这不是操作是太厉害了 要不老师先来说一下 是怎么在四号玩家 挂一张银水的情况下 能选对白痴的那边 不是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现在反正 我判断对了 我说什么 就是都是我编子 也行 对 但是是 事实你是对的 对 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 因为 就是 九号 孙伟宁老师站出来的时候 我能认她是预言家 不对 能认她是女巫 女巫 对 但是她头三 因为这很明显 她又不是真女巫 她又是个狼 她给下轮跳的时候 她把刀了就行 她没必要站起来 那我说这个是真女巫 那这边 我旁边 因为跟皇子之前玩过 所以她做好人 那个状态 其实是能听出来的 但是她给了四号 饮水之后 前面都没人跳 小松是白痴 然后她 一下站起来 跳一个白痴 我就觉得 可能得想一下 而且就是判断 我说实话 就是面纱和网纱不一样 判断你看人 还是能有一个判断的 我虽然最后很纠结 但是 其实最后 细微的 对 最后那一下看到的时候 其实真的就是 哎 KS老师躲了我一下眼神 我就说拼了吧 要不拼了吧 要不赶紧选一个吧 但是 还是 还是 还是懵的 这不是实力问题 我自己本身实力 没有那么强 但是赛场会有一些局部的 面部的这些信息 会有 是真的会有 是会帮助到 但是真的 就是那个 就是 就开心 选对了 很开心 开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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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 下一场表现 两位老师辛苦了 加油 加油 所以说我们说这局游戏 比较大的一个特点是 终于我们有人开始自刀了 对 这个点呢必须提一下 没错 因为我们其实最近呢 其实刚才有好汉有聊到 我们有一个WCL的一个赛事 对 我们戏称为王成龙杯 王成龙杯 也是我们同样是虎牙平台 在主办的一个面向线下的一些高配玩家的一个 玩家们组织的民间赛事 对 好汉老师也参加了 对 那么我们拿那个赛事为例呢 其实我们说在那个赛事里自刀牌屡见不鲜 很正常 对 而且已经有很多的女巫牌提出了 我救了他 但在我的视野里 银水等于没有 对 我们说其实在狼人杀前几年非常兴盛 比赛很多的时候 银水这个东西其实确实什么都不值钱 不是很重要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在玩一些朋友局 包括一些比较轻松的局 会有一个心理的暗示 没有人那么脏 我们随便玩一玩 到自刀干嘛 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为 如果线下大家一起娱乐的话 玩的是盘逻辑 输赢不重要 是逻辑 但是一般在比赛赛事上的话 大家玩的就是一个输赢的情况下 我觉得自刀是一个取胜的手段 它就是一个狼人取胜的手段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说我们确实我们的节目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自刀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有好人会出现心理松懈 特别是女巫 我们觉得情有可原 因为突然来这么一下 可能谁都不太适应 毕竟四号玩家确实是一个饮水 那么所以说这局游戏 可能少盘了一环 就是自刀不自刀的问题 对 这一点上其实说实话 在场上能有玩家直接投到四 是很优秀的 因为从逻辑上 七也没有把四打得太死 对 所以在逻辑点上 四号玩家自始至终贯彻一手 倒勾的话 其实能在这个轮次投退票 也非常的难 需要勇气的 对 所以在这个位置 除了六八两票 是一定会投四的 对吧 那么二号玩具枪 以及五号玩家 在这一票能投出来 四号玩家这一票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号玩家其实一整局游戏 盘的因果关系盘的东西 其实都很好 但是这局游戏 可以说是我们第七季开局 这局玩的最认真的玩家 如果让我个人给的话 我一定会给二 因为他从一开始 就非常认真的在盘逻辑 但是可能就是好人皆多疑 最后还是被王宝宝洗了一下 最后的投票稍微有一点遗憾 但这一整局游戏 其实二号玩家盘的非常的好 对 然后我是觉得廖博老师 最后是很厉害 有勇气去归一个饮水 这一点我是觉得 在他那块其实挺难的 能有能有这个勇气去归 他真的很难 然后他刚才不是也跟大家讲了 他是通过一些场上 细微的表情反馈什么 我觉得这就是面纱的一种魅力所在 他会比网纱多了一层 人与人之间的一种 一种面目表情 紧张的神态 这种反馈 是很细节的东西 四这局 其实有过一些逻辑输出 但是实际上我认为 他确实我认为要比十一难找一点 因为其实好人如果保持着一个清醒度的话 其实十一是不太难找的 因为圈圈老师这局游戏 能打出的明确的逻辑点 以及思考量只有一个 我们第七届了 一定要占边期 其实你仔细听的话 这局游戏 圈圈老师发言是非常收着的 他只干了两件事 一是迷惑视野 二是上票 该勾的时候勾 该冲的时候冲 好人的时候那种逻辑和思考量 进行一个场上的分析 其实这局游戏 圈圈老师除了说第七届战编期之外 真的什么也没有说 其实所以实际上来讲 确实四比较更难找一点 十一其实是不难找 而且还有饮水护体 这局游戏狼人赢了 有朋友刚回来 给大家复盘一下 这局游戏四张狼是一三四十一 打的是一个简单的双道勾的战术 从一开始井上就开始疯狂的勾 然后当时井下的两票是全部投 不是井下当时是有牛肉干 另外还有一票投错票的是十二号小黑 然后在最后的冲票阶段 是有两票投错票的好人 是二号和五号 所以进一步的迷惑了视野 然后让这两张盗勾狼变得相对比较难找 同时其中还有一张是一个盗勾狼 然后最后呢 不是自刀狼 自刀狼 所以最后自刀狼呢 直接把白痴归在了台面上 狼人的轮次就搬了回来 然后就直接赢了 最后拍刀赢了 对 大体上呢 其实四的发言在归白痴那轮 其实是有问题的 问题的点在于哪呢 在于他的那个思考量 就是关于六八有没有可能身份复换 那个其实是比较多余的 首先在那个位置呢 就盘不到 因为他如果要盘六十个狼八十个混的话 那其实很难去解读的一点是六号玩家怎么在井上找到的八 对 就是有的时候你反过来穿身份很容易 但正着这么穿身份很难 嗯 你如果要这么盘 你就得盘狼队在初期就找到了八十个混 嗯 而且八号玩家还准确的混到了狼 对啊 所以在这个位置 初期就直接由六号玩家在井上守之位了 就开始了一波操作 嗯 去查查自己的狼混做身份 嗯 这个其实盘起来应该是非常难的 所以那个思考量 其实在四号玩家当时的视野里 是不太容易出现的 我不知道你怎么认为 对 我觉得你说这个思考量在场上 当时确实是很难 嗯 很难把它捋清楚的 而且我觉得当时就是很简单 不要考虑外置位的干扰 你就觉得谁是预言家你就投谁 嗯 然后结果论的话 一确实是狼人 而且大部分人是站对边了 把狼人给投出局了 嗯 所以我认为这局好人虽然输了 但是也是虽败犹荣 嗯 因为确实有两个盗沟狼 其中一个还是那个饮水 嗯 所以呢 好人没有找到的话 也是有情可原的 嗯 那我说的话就是觉得 呃 好人虽然说那个警徽票 预言家没有拿到 但狼人最后被投出去了 并且最后警徽给到了猎人 猎人又 强势的点出了 那个汗跳的那个 叫什么自刀的那个饮水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 很厉害的 其实好人 在这几个点上都是很厉害的 对 嗯 所以这局游戏呢 整体上流程比较的短 嗯 然后呢 稍微有一点干 但总体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第一局 出现了战术 这种自刀倒钩的这种战术出现了 对 呃 包括有一些细的点 就比如像王宝宝在 王宝宝其实在持晖最后归期的那轮发言是很炸的 因为他的视野就完全没有一个预言家的视野 在他那个位置 其实他面临的是一个几乎全场站错边的一个窘境 嗯 但其实如果他是个预言家 那个时候是非常好打的 嗯 七打死 八打死 最近状态非常好的十号玩家 也我们的上届冠 十号玩家 嗯 基本上打死 或者说十十一分享一个概率 他俩分享一个至少开一郎大概率是十 对 验一杂一 对 嗯 这样呢 他三张牌就已经打死了 对 那么他一定会放的牌是两张景下都会都投对票的牌 嗯 这个时候就只能放了 对 因为你已经找到七八十三张了 嗯 对吧 然后外置卫的那张六呢 大概率要放 嗯 因为找不到点 然后他自己验的是个五 嗯 嗯 所以在这个位置呢 他其实他是个预言家 其实秉持的一个视角主要是 呃 包括他井上重点打的十一 在这个时候要稍微放松一点了 嗯 因为场上呃 占边率非常准确的另外两张大牌 八号和十号 在这个时候横在了十一的前面 嗯 所以在 池辉发言要给十一一些包容度 嗯 嗯 最后整体上就要给大家解释的是 我接下来的思路就是七八十 我谁都不要 嗯 我去外置卫打我依旧狠狠的二四十一 啊 以及九 这四张牌我去验最后一个狼 这是一个呈现在一号员家事业力很清晰的思路 对 同时 因为我现在觉得八号玩家是个铁狼 但是九号玩家颈上颈下打八打得非常重 所以九这张牌虽然站错边了 我会优先选择把它放一放 嗯 二九二四十一里去开最后一张到 呃 最后一张狼的位置 对 坑位如果按你说的这么去点 我觉得是很完美的 对对对对 配合上的发言 我觉得他是很有可能把歪格充出 反充出局 因为毕竟他有警徽嘛 对嗯 当然其实就是我们都说的都是理想化的东西 这是最理想的发言格式 因为你在那个时候 你在莫之为归票的时候 你的那个心理压力啊 当时发言的状态啊 然后呢 还有你的思考量有没有那么长时间进行这么一个长篇的思考 对 因为咱们这个思考说实话就是马后炮 是他们都死了 咱们去想出来当时他怎么做是最优的结果 所以说如果他这么做了 我相信这个狼人汉条一定是能把真预言家冲出局的 对对对 然后 这是一个最理想化的发言 对 但是现实就是因为他是个狼 他的视野跟预言家完全不争 肯定是不一样 所以他聊的东西跟理想化呢 相去甚远 对对对 然后包括说他在 其实他在遗言的那个点 我倒是蛮欣赏的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盘出来 因为三是他的狼同伴 他终究要拯救一下 对 他在很短的时间盘出来 下意识认九十个女巫 但是认三是个狼混 反应是非常不错 但是非常牵强 因为 逻辑盘不错 对 那个时候六在前之位已经跳了个混 如果你要盘三是个狼混 打死六 但三跟你是投的一样的票 对吧 所以你就只能盘三号玩家 可能是个混 他甚至大概率有可能混了我一 但是他自己 比如说加一点点缀 这个废物怎么样 他混了我 但是有可能他把我当错了 他站错了边 他以为我是个狼 所以他才能打出这么光怪陆离的操作 那是一号玩家能为三号玩家解释的唯一一套有用的理论 就是他是个混 但他自己站错了边 他把我当成狼了 打了个狼混 对 否则是无法解释的 因为如果你要这么盘 三认为自己是个混 带能认为他是个好人混 他干的第一件事一定是点死六 对 但是他的发言过程中 不可能把那么多的时间都放到一个拯救三号上面 对 对吧 他只能是一笔带过逻辑就盘不全 最后还是交给真女巫 你要读谁 真女巫一定会读三 对 所以这局游戏 就我们说应该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第一天全战队兵 包括狼人的盗钩狼在推波助篮 但从一开始我们说狼队准备的战术应该就是打中后期的 对吧 这就是那两张盗钩狼甚至有一张盗钩自刀狼 对 这就是他们的用处 对 这就是他们所设置的意义 对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说我们第一天是人狼共同努力 把汉条狼往保护投书局 对 但在第二天 由于站错边的排的数量 好人排的数量够 狼人的战术整个迅速的开花结果 对 然后其实小松是有一点点让了 甚至他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直接被投出去 被冲出去了 对 因为小松可能当时觉得一是娱乐赛 二是轮次领先的也比较多 对 至于事后的一些事 比如说KS自刀这些事 是他在那个位置肯定是始料未及的 对 所以他没有想到一张自刀狼能够生生的把它掰掉一个轮次 这个其实在梁耀从的遗言里是能够体现的 他当时对着麦对大家说了一句 他说我这局游戏干啥坏事了 凭啥把我打得这么死 我啥也没干 对 事实也是这样的 因为他认下了会儿 对吧 然后他打的位置 包括他打四什么的都没有错 他这局游戏你客观的判断 他唯一做的能叫做坏事的只有景上 景上他继续搞事情 他说我觉得一看这个表情怎么也不太像个好人 但七呢 我又觉得看他敏相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其实就像女巫牌孙雁宁说的一样 其实八号玩家在景上隐晦的勾勒了一个逻辑 就是一七双狼 因为狼队没有打复杂的板子 所以这个东西本身是不攻自破 但是呢 他那一轮搞事呢 其实多少为自己后续的那个付出了一点点代价 是 你介绍一下那个下一局的板子吧 我们第二局的板子是狼美骑士 然后我们第三局是大家在娱乐赛非常期待的盗贼 就是我们后两局的那个傻 导播间如果有那个想切回去可以随时切回去 然后因为 现在可能还在上洗手间休息一下 对 我们现场一般没有切回去 并不是因为要给我们解说间留时间 而是因为现场没准备好 对 现场如果准备好 我们会第一时间切回去的 然后下一局 我看下一局是狼美骑士 这个板子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吧 不用那个过多的去介绍 狼美骑士 其实现在唯一需要讲的就是我们的网纱和线型的面纱规则 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点 是我们网纱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玩法 叫做落地戳 骑士 落地就要在两个对跳的牌里戳 然后狼人要保证一定的上井数量 包括一定要焊跳 那么骑士井下就不听发言 直接去选择戳死 其实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也知道网纱可能有的时候会多一些这种规矩 但是我认为狼人纱的最初的初衷是面纱 网纱是一种躺在家里 快餐形式可以享受到娱乐的这么一个途径 那么确实是在网纱里你找身份 也不是怎么好找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规矩来限定一下好人或狼人的实力问题 配置问题或怎么样的去稍微有点限定 但是我们来说面纱的话 你看如果骑士选择了车预言家 那狼美就一定能活 狼美只要活下来 他最后的胜率是非常大的 对 其实所以我们想跟大家说的点 就是我们还是按照正常的规则 骑士想什么时候戳 什么时候戳 骑士玩的好 甚至有可能第一天 直接扎狼美 对 扎狼美是一回事 骑士可能会通过暗示直接告诉大家 我不戳就直接先把汉条狼给出了 对 我留着后期听的比较清楚一点 我留着我自己去戳狼美 我在这个板子里 我对面纱的狼美的板子 我的理解是汉条一定要很努力 至少努力到逼着骑士来紧 最优的选择就是你拿到警徽 然后让骑士撞死 这是最优最优的 对一步是骑士撞死在你身上 但警徽在你手里 我觉得这样的话是给狼人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后续操作空间 对 因为狼美骑士的板子 我们说外智慧狼的倒勾率是非常高的 首先狼美牌 因为它怕过早的被戳 在我们的印象里 狼美是高概率 高概率应该是要倒勾 他们让我把嘴在嘴上 说我说话 他们听不清 对 我尽量嘴近一点 同时 由于有一个骑士第一天正视角 所以其实外智慧的狼 有出于心虚或者各种怎样 都其实会偏勾一点 对 但是要跟大家说的是 如果你的汉跳狼同伴发言真的非常好的话 冲也不是不行 对 因为这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舆论造势的功效 没错 对 你如果能为你自己的汉跳狼同伴造足够的事 其实就有可能骑士把自己直接撞死 对 这一来一回 这就是两条命 对 这个差距是非常壮大的 对 其实 其实那个肯定你是知道 我觉得咱们两个要跟观众朋友们探讨一件事情 就是我认为骑士这张牌 它是不给好人追轮次的 嗯 它仅仅是正视角的 对 也就是说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对跳预言家 嗯 外智慧的骑士把我戳死了 骑士翻牌 然后自己为骑士 我是狼人 直接入业 那请问大家 实际上的效果是不是和我自爆直接入业 是一模一样的 嗯 那我自爆了都不需要骑士戳 也是入业 骑士戳了我入业 骑士还把牌翻开了 嗯 骑士不追轮次 所以我认为骑士这一戳就一定是预言家很难分辨的时候 你在预言家里面戳一下 如果很好分辨 要不然就不戳 直接推人 要不然就是你外智慧找一个明朗 或者说或者说一个非常难难判定的位置去戳一个胜水出来 嗯 我觉得是这样是比较好的 对 嗯 我们这边其实聊的差不多了 如果导播那边OK 可以随时切回去 嗯 跟导播那边 因为我们现在设备还差一个 今天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我们那个对讲机 没有拿到对讲机 对 所以我们这边现在跟导播间现在沟通稍微有一点困难 嗯 如果准备好了直接切回去就可以了 对啊 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 其实我们说在这个板子里 现在骑士骑到狼美的呃次数已经非常非常的少了 嗯 我们就简单的说 如果呃 狼美没有被戳的话 狼对就是直接多一个待人的轮次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板子其实现在来看并不是那么的平衡 嗯 这是我们公认的一个对狼人其实稍微有一点优势的版 对狼人偏强 对嗯 但是其实大家又很爱玩 嗯 对对 我们现在得到消息 我们已经切入了第一天的夜里 对 已经入夜了 导播间让我们再盯一会盯一会儿 我们马上第二季就要开始 直接就颈上环节 天亮颈上环节 对 我不知道我现在说话声音小不小 我也都快把这个塞到我嘴里了 应该是问题不大 因为现在看弹幕已经没有关于设备这方面的一些反馈 那行 我就贴近一点 或者到时候让他们再调试一下这个麦的问题 对 然后我都已经贴在这个位置了 然后有很多弹幕提出的那个夜 呃 倒秋那把的夜间视角的问题 嗯 我们一会儿会抓紧跟那个后台去沟通一下 争取一下吧 看一看 看看技术上有没有可能达到 嗯 啊 这是这一点 然后最后呢 就是如果一会儿有时间 我们会把这赛季的讲诚机制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每一季其实形式上都会有一些小小的改变 对 然后这一赛季呢 我们又弄出了非常呃非常花哨的一套学员考考试模式 对对对 那个一会儿有时间我们可以给大家 我很奇怪的就是 其实我在那个微博里爱特了官方一百万次 我就说我跟优柔到底是不是监考老师啊 他不理咱们 嗯 反正我看我这身衣服看着是一定像 可以稍微给大家透露一下啊 我们在这一赛季的奖励机制里面 其实有一个是部分获得奖励的那个主播可以去环球影城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北京的环球影城马上就要开幕了 我们会去那儿去录一个综艺类的一个团建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综艺 嗯 这是我们这赛季奖励机制的一部分 当然了只有那些获得了比较高分数的那个选手才能够获得 惩罚机制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嗯 惩罚机制呢 有这个什么升级的密室惩罚 对对对对 就是升级版的恐怖密室 我猜的啊 没说是不是恐怖啊 但是我估计是 另外呢 还需要成为满分的学员在环球影城团建时候的工作人员助理 对 也就是说你要过去给别人拎包 嘿嘿 就是不仅有我们升级的一些比如说恐怖密室 嗯 那么还有就是像王宝不这样的啊 恐怖密室去都去不了 就直接死在门口的人 那你至少我们要去到环球影城 到时候录综艺的时候 嗯 你就负责当个巨物 然后拎一下包 拎个包嘛 这是我们讲成的一些东西 啊 现场其实应该马上就OK了 应该差不多了 对 因为两分钟之前 呃 导播其实就有在跟我们说 已经切入了第二局第一页的夜晚 嗯 啊 所以我们说应该那边很快 可能随时就切过去了 嗯 那借这个时间再给新来的观众说一下 啊 我们这一季呢 是今天7月29号开播 嗯 预计呢 没有变化 每周四每周五会进行我们的两期节目的放送 嗯 啊 时长由八期拉长到十期 这个其实我们上赛季就有的 嗯 啊 我们暂定的总决赛是9月30号 也就是说我们的节目会跨越整个8月和9月 嗯 嗯 有人说到咱们俩怎么那么像那个卖保险的 我觉得咱们俩现在有点像是那个就网上那个销售销售主播 对我们俩的衣服都是今天临时买的 对啊 因为我反正是好久没有穿 我爱穿衬衫 不是因为节目组 白衬衫 节目组跟我说的是白衬衫 我以为就是纯白的 所以我就去买了一套 结果一看 其实大家都是稍微有一点图案什么的 我理解错了 是我的问题 只有感觉只有确定 KS那件一定是自己的 对 他这块有一个小兜打开还有花 啊 然后还露出了自己妖娆的锁鼓 对对对 在诱惑 在诱惑观众 嗯 咱们俩就像极了那个推销保险 卖房卖车的那个坐在这 啊 直播间的那个老铁们大家好啊 然后那个点点关注 对 王宝宝那件肯定是新买的 王宝的那件我看了一下巨硬物 对 王宝宝那件也是配合节目组买了 对 你们一会一会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那件衣服的纸地非常的硬 对 不知道从哪弄了一件 王宝宝 王宝宝他瘦了很多 他要是像之前没有减肥那个时候 他的扣子绝对系不上的 他肚子一定是凸起来的 但是现在他这段时间就健身啊 然后控制饮食啊 他确实瘦了挺多 刚才在开始前 我跟廖博老师 然后还有王宝宝 我们三个人坐下来在讨论 怎么那个就是控制饮食啊 然后吃的就就少油 然后低碳水这种 我们仨还在聊 对 嗯 我们其实我们的简单的说一下 我们的每一期六局游戏 全赢的玩家 嗯 就可以获得 就可以直接获得 我们去那个 呃 环球影城团建的机会 哇 啊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看起来还蛮难的 对 因为一整局 一整轮的游戏下来 是十次左右 嗯 呃 不是那么容易 有六连胜的选手出现 我觉得挺难的 我们拿第一局来说 那我们今天有可能获得团建的 其实就只剩四位了 嗯 对吧 对 那么是KS 然后全圈 嗯 然后王宝宝 嗯 还有牛肉干 嗯 啊 对 所以我们都甚至不敢说 会不会在今天之内 三局游戏完了 有一个三连胜 就因为我觉得下一局有可能 这这四个人里再翻车两个 然后第三局再翻车两个 没了 就不可能再有全胜了 对对对 就得看几分了 啊 啊 刚才有弹幕说到是不是超牌了 我们觉得有可能 有这个可能 对 因为那个这个夜确实有一点长 对 因为现在我们的解说间是在现场的隔壁 也就是说这面墙的后面就是那个他们的现场 嗯 然后我们现在环境等于就大了一些 灯光也好了一些 空调也有独立的了 所以呢 就把我们切到这边来了 反正听起来应该是没有打起来 就非常的令人失望 但是缺点就是我们不可以听到就是现场的一些声音了 比如像之前就是现场要抄牌 我们是可以听到那边在叫抄牌 对吧 然后呢 就是谁的牌掉了 或者晚上谁睁眼了DQ 然后重新再怎么样 都有可能 对 嗯 因为从那个位置角度讲 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就是JY坐的位置 大概率就是 大概就是在这个大的后面 哦 差不多 对对对 还真是 我们这种墙 其实就是Y哥和小松身后的那个墙 小松大概在这个位置 对 精子 对 所以Y哥大概就坐在这个大字的 所以要是有人打他什么的 我们应该可以通过震动什么的传送过 但我们这边听后面非常的和谐 嗯 也不知道抄牌还是怎么样 反正这光这一夜就又聊了五分钟 反正现在 反正现在就是我们连入夜的音乐声都是听不到的 对 也没有对讲机 目前我们只能靠导播给我们发微信 我们光靠聊 我们把热度聊高了二十多万 刚才二百七十万 关键 因为解说的时候 我们坐在这都是鼻挺挺的 要不然你看我们这么坐着就会很难看 然后就挺的 现在我腰都巨疼 对 优优老师也是 但其实还好 因为我们一季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新鲜的话题可以聊 嗯 所以随时可以撑过去 对 不像当时张寿文和可乐那一次 给我晒在中间聊了 我和菜包子聊了二十六分钟 太尬了 对 那次真的是太尬了 因为没有没有事先做太多的准备 对 这一期像临时有一点小的那个意外啊什么的 都OK的 有人说在墙上捅一个眼 到时候我们拿那个电钻 在这个大这块扎一眼儿 然后到时候开始说我们拿笔伸进去可以捅他 这个其实很好弄 因为我们这个解说间的这个木啊 大家可以看到稍微有一些褶皱 它是一个大的类似于那种那叫什么 木布 对 木布 类似于那样的东西 然后后面的就是那个墙 所以搞一些事情也完全不是不可以 对 嗯 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一次的这个主题啊 我觉得设计的就很好 我不知道后续的那个可玩性和服装怎么样啊 我就说这个感觉 咱们坐在这个这个底下的感觉 我觉得挺舒服的 就是那种什么原优惠啊 然后感觉咱们整体都年纪都变小了 嗯 那种感觉啊 那我们干脆就趁现在这个时间 把那个我们那个讲诚机制完整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不知道发生了 哎 好了好了 好 那我们准备切回去 嗯